这次我们来介绍的是专题的最后两部分内容 我们讲了资产专题、损失专题、重组专题、优惠专题 我们还有两个专题叫特别纳税调整专题和征管专题 这两个专题从近几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主要就是单选多选题,记忆为主 两个专题加写了分支6到8分左右 那么同时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征管专题中 那么我们有的内容可以延伸成这种计算题 同学们也要能够注意 什么问题就是T字型分蛋糕的问题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点一下 所以这两个专题它以记忆为主没有大题 我就放在一块给大家说了 那么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的主要是背的内容 在这我不领大家一一复习了 我给大家列示一个表格 大家就是这些表格的内容呢 再去梳理一下我在基础班给大家强调的一些重点内容 然后我们做一些简易性测试 看一下考试题中到底怎么考 来看一下你们答的怎么样 好,看第一道题 它说在资本入耗管理中 计算关联再次比试 如果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与资本攻击之和 那么这个权益投资是多少呢 所有者权利包括实收资本资本攻击加未分配利润 对吧 那你看按道理三个数加起来 对吧 它等于所有者权益 那你挑两个数 那这个所有权益正常应该大于实收资本加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之和 而不是用小于二者之和的所有者权益 你看这个考的是资本入耗里面那个小细节性问题 好,再来看这个 说下列关于母子公司间提供服务的事务处理 符合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的是 我们总结过一句话 就是母子公司之间的管理费是不能扣的 因为母公司子公司之间也是我们说的不得扣除中的企业之间的管理费 所以母子公司之间的管理费是不能扣的 但是举嫌不必亲 母子公司之间的服务费只要符合独立交易员则是可以扣的 对吧 那这是他的基本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母子公司均不能提供支付服务费用相关资料的 由事务机关核定扣除金额 你不能提供相关资料 证明你符合独立交易员则 那你就不能扣了 对吧 所以他说核定扣是不对的 那B说的是母公司以管理费形式向子公司提取的费用 不得在子公司所得税前扣除 母子公司之间的管理费 他说不能扣 这是正确的 那么C说的什么 子公司为期母公司提供服务发生的费用 不得在母公司税前扣除 只要符合独立交易员则是可以扣的 他说不能扣 就太绝对了 对吧 那么D错在哪呢 说母公司以多个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分摊的 母公司以实际发生的费用申报扣除 那我们说这个母公司是以费用 也可以考虑必要的利润 然后在什么 在各个受益子公司之间进行什么 进行合理分摊扣除 所以它是实际费用可以附加一定比例的利润 作为服务费分摊扣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什么 就选B就可以了 就选B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题 他问的是什么呢 企业与关联方签署成本分摊协议 发生特殊情形 会导致其自行分配的成本不得在税前扣除 那你这些情形包括哪些 这就考一个死机应备的就是不得分摊成本透除的情形 第一个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实质 这是一样的这是可以的 还有自签订成本分摊之期经期不少于20年 他说少于10年这个说的是20年 还有没有遵循成本约收益配比的原则 还有呢就是未按着有关规定备案或准备有关成本分摊协议的同期资料 还有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那这个就是考这个死机应备的一点 我们强调的是是吧 少于20年 那么你这个自行分配的成本就不能在税前扣除 好来看看这个 这个也是考的细节问题 考的是预约定价安排 他问你预约定价安排的适用期限是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预约定价安排管的是未来的三到五年的 所以你绝对不能选C 选C的就要推出去展了 那一定是三到五年 但是我们只是继三到五年是不够的 一定要知道是什么的三到五 那他正确的应该是 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 接收期弹签意向了 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所属纳税年度的三到五年 不是你这个达成协议的三到五年 也不是提交正式书面申请四年的三到五年 这点同学们要能够注意 考的是细节问题 好看看这个 转让定价的方法包括哪些 这个问题的最大的毛病在哪呢 同学们对转让定价方法的含义了解的比较透彻 转让定价方法的适用情形了解的也比较透彻 但是对方法名字本身又模灵两合 这是很多考生答不对这种送分题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知道他包括可比非收控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 这实际上从收入的角度考虑 对吧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 成本加成法是从成本的考虑 还有就是什么利润分割法 交易净利润法 这是从利润的角度考虑 而根本没有第二种叫做现金与食物分配法 这是编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五种方法啊 这是从价格的角度考两种方法 成本是一种 然后利润是两种 你记得说要有一定的层次感 要跳出来 不要去仅仅具限于含义和范围的死基硬背 再来看这道题 问你特别纳税调整交易净利润法的利润指标包括什么 这也是考的一个死基硬背的内容 那么肯定不包括市盈率 其他的都包括 这就是考对教材的一个熟练程度了 然后看看这个 问你预约定价安排的简易程序 包括下列哪三个阶段 预约定价安排的简易程序 属于比较新的内容 是吧 那么注意 他没有预备会谈 就是申请评估 协商签署 监控执行 他没有什么预备会谈 正式申请什么 所以答案选B 第一 那么大家注意啊 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他包括的 不同点 在哪 要注意 这相当于一个考新 然后看这个就考的比较细 因为容易搞混的一道多选题 问你 依据企业所对同期资料管理的规定 下列年度管理交易金额 应当准备本地文档的是 那我们准备本地文档的是这样的 两个亿 一个亿和0.4个亿 对吧 也就是4000万 那么两个亿的是什么 那是有形资产两个亿 那么一个亿什么 是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 那么其他的就是0.4个亿 也就是4000万 你脑子里要印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那看一下吧 金融资产一个亿 无形资产一个亿 有形资产两个亿 无形资产5000万 错了 关联交易金资产0.4个亿 4000万正确 答案不选D 选ABC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死鸡硬背的那种 同学们容易搞混 要特别注意 好 那么这是我们 这个介绍的 叫特别纳税调整专题 大多数年份就是3到5分 当然又抽风年份 十几年前考过一个 一单五多 当时还是考了就是11分 那就抽风了 那么我们教材有些内容就删了 那些题我就不给大家做 那么注意啊 就把我们基础班强调那种把握清楚就可以了 正常年份都是这样 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 这个以技艺为主的这样的题目的考核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专题 叫征管专题 这个专题结束以后 我们所得税席班第二阶段 就是专题的学习就结束了 然后第三阶段 就是把这些内容再进行综合的学习 就是事额计算 我会讲几道典型的大题 所以呢 我们讲完这个阶段 你要停下来 把这些专题 该背的再给我背一背 席班一定是要慢一点 要注意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重要考点回放 说一下 纳税地点就不给大家进行总结复习了 难度不大 政策性搬迁企业清算的所得税处理呢 清算的所得税处理考的情形不多 政策性搬迁是属于高频的文字性的选择题考点 那么跨地区经汇总纳税企业的征管 是重点内容 这个就是我说的 在这个专题里 它是可以拓展成一道计算题的 当然我们的数试考试没有 但注册快试考试在十几年前 他把这个点就拓展成了一个综合体 所以它是可以编成 类似于我们在优惠专题里做的那道 什么围绕着一个加计扣除 他考一个八分的计算题 这都属于这种说某一个文件 某一个知识点 拓展性的考核 它实际上是送分的 这个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它不是月亮者的货 它是汇总纳税者的货 你是法人所得税 你总分支机构都汇总纳税 那么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蛋糕 那这个蛋糕怎么分呢 那么我们是T字型分配 50% 25% 25% 25% 这两个25% 我不顶大家复习了 关键这个50%在各家分支机构之间分配 那怎么分呢 对吧 那他就要用一个公式 0.35A除以c抗A加0.35B除以c抗B加0.3C除以c抗C ABC分别是营收新出资产 它的权政略有不同 那么这个ABC本身就是一道考试原题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这个50%的分配原则 如果题目中有三家分支机构 那么你就要用三四这个公式 把这个50%就分了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呢 就要注意了 什么情形下能有权参与这个50%的分配 那这就涉及了什么 涉及了适用范围的 那我们强调什么 总机构和具有主体生产经济智能的二级分支机构 才能分这个蛋糕 那么其中分的50%的分支机构 就什么二级分支机构 那你三级怎么办 三级不能独立的参与分配 三级的要并入二级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大家要能够知道 另外一个我们说的像一种这个不缴纳 增值税的售后研发等等 内部辅助的二级分支机构 以及上年度符合条件的小型威力企业 他也是不参与这个50%的分配的 不谈于百分之分配 还有特殊情况就是 总分支机构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要汇总 不是税额了 就是所得额 然后用刚才的分配方法进行分摊 分摊以后乘以各自税率再加总 那就变成了第二个蛋糕 然后用刚才的方法再进行分摊 所以它是二次分摊 那么大家要汇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基础班给大家讲的那个例题 要能够汇做 考试就够用了 好了 那么我们看看这块的单选多选题 怎么考 看看第一道题 他说总分机构汇总纳税时 一个纳税年度内 总机构首次计算分摊税款时 采用的分支机构营收 薪酬资产数据 与此后经过中国筑筷式 确认的数据不一致时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用调整的 不做调整 这个结论 它变成了一道题 再来看这个 说假公司五年前 以货币资金200万投资 以公司获得10%的股份 2022年以公司因故被清算了 那么这个清算完了以后 这个他分得的剩余资产是260万 那这260万 大家注意他也是分三段论 但他要注意跟撤回和减少投资的区别 这个首先要确认为股息所得 那么说 以公司清算净资产总额中 未分配利润占10% 盈于公积占5% 对吧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15% 首先要确认为什么 确认为股息所得 所以要减去这个百分之股息所得 然后剩余的部分的话呢 他超过或低于投资成本的部分 确认所得和损失 所以要减去什么 减去这个原来的200万的投资成本 那么算下的那个21万 就是应该确认的应纳税所得 这是要知道 你被清算企业分得剩余资产的处理 一个简单的计算 三段论 股息所得 然后跟投资成本进行比较以后 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样一道题 说2022年8月 某商贸公司和张礼成立合伙企业 根据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相关规定 下列关于该合伙企业所得征管的收法 错误的是 那我们知道是要先分后税的是吧 那么分完以后 你该交所得税的交所得税 那你商贸公司 他说商贸公司需要就合伙 所得缴纳企业所得 这是对的 不选 他问是错误的吗 所以不选 B说的是商贸公司可使用合伙企业的亏损 抵减其盈利 这是错误的吧 合伙企业的亏损是不能抵减商贸企业盈利的 所以他是错的 就选就可以了 那么C说的是张礼 需要就合伙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分完以后 该交企业所得的商贸企业交企业所得 张礼是个人交个人所得税 这是正确的 那么B说的是 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采取 先分后税的原则 没错 先分后税 分完以后该交什么交什么 所以答案选B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小的应用性选择题 接下来看这道题 说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损失的所得事处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那这个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 筹办费 你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一次作为损失扣除 搬迁完成年度 也可以是分三个年度均匀在税前扣除 所以你选B就可以了 这个题有点意思 就是你看你能记不记住 那么好多考生都选B错 是三年 是三年 三年 这个强调一下就可以了 这丢份挺亏的 是吧 好 再来看这个 说下列各项收入不属于搬迁收入的事 搬迁收入是因为搬迁所形成的 比如说搬迁安置给你的补偿 这是搬迁收入 那么注意 由于搬迁处置存货取得的收入 不属于搬迁收入 而搬迁停产停业形成的损失 给你的补偿收入 或者资产搬迁过程遭到回损 取得的保险赔偿收入 都是因搬迁产生的 都属于我们说的搬迁收入的范围 所以答案选B就可以了 像这个存货 处置 这个不作为搬迁收入多次考核 我必须掌握 好 看一个这个题 说A公司2021年8月终止经营 相关资料如下 全部资产的可变现价值为 1亿零780万 资产的计税基础为 1亿零200万 负债的计税基础为 500万 共偿还负债5000万 清算过程支付相关税费120万 支付清算费用200万 问你这个清算所得是多少 这个其实很简单 相当于你把那个资产 1亿零200万的资产 卖了是 1亿零780万 这时候有一个 580万吧 780万 580万的这个所得 那么同时你还占个便宜 你欠人5200万 结果你就还了5000万 占了200万的便宜 所以要把这200万加上去 200万加上去 那就变成了 变成了780万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你要 扣除这个税费 所以减120万 然后相关费用再减200万 减这个320万 那就剩460万了 460万乘以25%就可以了 这是书中那个公式的 简单的应用 好 再来看 关于一个纳税地点的问题啊 说下列关于非居民企业 所得税纳税地点的表述 正确的是 第一个选项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那就是以机构场所为纳税地点 这是正确的 B选项 如果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扣脚义务人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这也是正确的 C 他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取得了所得 跟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那这个就是以扣脚义务人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他说的是机构场所 这是错误 B说的是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规定 确定由其主要机构场所 汇总缴纳企业所的 这个事儿吧 最坑爹了 如果这道题啊 不告诉你一选项 很多考生肯定选这个 但是呢 他一看一选项就知道 D选项不对了 为什么说他坑爹呢 因为你看国家税务总局什么规定 确定什么 这个事儿太细了 总局能管过来吗 管不过来 我们的规定是 只要符合主管数据机关规定条件的 就是可以什么 选择由主要的机构场所汇总纳税 所以这个不是由总局管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ABE 而不是ABD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 再来看这个题也是跟搬迁有关的 问题企业取得的下列收入属于 政策性搬迁收入的事 搬迁处置存货 这个单选已经练过了吧 这个不属于 那么像安置机的补偿属于 搬迁过程中回损资产的保险赔款属于 被征用资产价值的补偿属于 停产停业的损失的补偿属于 所以答案是BCDE 那么这样呢 我就把征管专题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这讲讲的两个专题 特别纳税调整专题 征管专题 以记忆为主 大家要重复记忆 还是那句话 截止这堂课为止 我们的第二阶段 各个专题的内容 就给大家练习到这了 不断重复 然后进入下个阶段的学习 我们下次再见 既然我们下次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